至于面对两岸的敏感话题 蔡总统她也重申了台湾善意不变 承诺也不变 并且维持现状就是台湾的主张 更强调她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的改变 国庆典礼登场两岸议题 蔡总统怎么说各方关注 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 我们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 谈到两岸 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维持现状 但绝不屈服 因为习近平前一天才提到 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我们期待两岸关系和缓 我们不会冒进 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 面对中国坚持统一台湾 蔡英文也强硬回应 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 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 因为中国所设定的路径里头 不会有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更不会有两千三百万人的主权 强调国军能捍卫家园 蔡总统也喊话台湾人要不分朝野党派 我们必须彼此约定 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提出四大坚持似乎就是在回应习近平的谈话 两样问题我方才稳脚步 不让中国越雷池一步 这一会儿就成全体台北采访不懂